有情有义的草原狼 草原上的牧民一直都过着有牧生活 他们追寻着新鲜的嫩草进行放牧生活 因此牧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 便能驱赶着羊群进行放牧 仅有十岁的阿高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牧羊人 阿高,今天又是你自己出来放羊啊 是啊,我爸爸妈妈今天要去采购一些东西 再说了,放羊这种事情,我自己就行了 阿高虽然年纪小,不仅懂事又能干 阿高,你在这里放羊就好,别跑太远了 这里的草都不新鲜了 我再带着它们去远处看看 找寻比较好的草给它们吃 阿高,不要跑那么远了 草原深处可是有狼 要是遇到狼,那可就危险了 没事的,那个地方我去过好多次了 从来也没看到过狼 所以我比较不担心的 草原深处 草原深处,羊群在那里吃着草 阿高在一旁悠闲地看着 突然,几只羊显得有些惊恐 它们发出了一阵恐惧的叫声 阿高朝那几只羊看去 而那几只羊惊恐地看着它们不远处的一层草堆 接着它们连连后退 哎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羊怎么有些惊恐呢 它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哎呀,原来这里有只小狼仔啊 小家伙,你怎么会自己在这里啊 瞧你的样子,跟小狗一样 不如我把你带回家,你做我的小狗吧 就这样,阿高将这只小狼带回家 并且给它取名为小拉 小拉,多吃点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和我一起放羊 哎呀,狼 这只小狼是从哪里来的 爸爸,妈妈,这是小拉 我从草原上捡来的 等它长大了,就可以陪我一起放羊了 啊,阿高,它是狼啊 狼怎么能放羊 要知道,狼是吃羊的啊 是啊,阿高 狼和狗是不一样的 要赶快把这只小狼处理掉 万一它把狼群给招来的话 那我们大家可就要遭殃了 没错,我们不能留下它 留下它,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行,小拉那么小,有什么错 你们不能杀掉它 阿高,它是狼,对待狼可不能心存怜悯啊 我不管,绝不能让你们伤害小拉 它是我从草原上捡回来的 阿高,我们牧民最恨的就是草原狼 就算我们不伤害它 其他的牧民也会把它杀掉的 我不管 只要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它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将它放掉好了 阿高,我们不能养它 也不伤害它 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好吧,不过必须要我亲手将它放走 好啊,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我自己去送就好了 第二天,阿高便将小狼送走了 不过,它每天都会带着一些食物 来送走小狼的地方来喂养它 小狼也会每天准时地等在那里 它俩就像一对情侣一样 每天来这里约会 而且,已约就是两年 小狼,小狼,我来了 你在哪里呢 小狼,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 快吃,很好吃的 小狼,你今天终于出现了 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你跑到哪里去了 小狼,听爸爸说草原出现了狼群 你是不是加入狼群了 啊,小狼,你真的加入狼群了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你有伙伴了 好了,再吃点食物吧 如果在狼群里吃不饱的话 你就来这里,我会给你带食物吃的 好了,你的伙伴们在叫你呢 你快去吧 小狼一天天地长大 它已经完全和狼群融在了一起 阿高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有一个月没有看到小狼了 他应该是和狼群离开这里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回来 唉,最近草原的草是越来越少了 今天我们的羊根本就没有吃饱 唉,是啊,最近草原上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大群的野兔 那些家伙几天时间就把周围的草肯得一干二净 这样下去,我们的羊群会饿死的 这都是因为狼群离开草原的缘故啊 二爷爷,你说狼群离开了草原 是啊,野兔的天敌就是草原狼 最近那些狼离开这里了,所以野兔就泛滥了起来 二爷爷,那狼群跑到哪里去了 阿高,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平时我们都担心那些狼 现在倒有些希望那些狼回来呢 是啊,只要狼群回来了 那些野兔才会消失 我们的羊才能有充足的食物啊 小拉,小拉,你能听到吗 看来小拉她还是没有回来 小拉,是小拉 小拉,我在这里,你快来啊 小拉,你现在竟然长得这么强壮了 啊,草原狼 哎呀,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打算要袭击我吗 阿高看着跑来的那几只狼 面露恐惧 这时候,小拉突然朝着那几只狼 大叫了一声 然后窜到阿高的身前 死死地盯着那几只狼 那几只狼看到小拉后 竟然夹着尾巴转身跑走了 小拉,他们好像很害怕你哦 对了,你能不能带着你的那些朋友 帮我们赶走草原上的野兔啊 第二天,一大群狼冲进了牧民区的草原 他们的到来让那些野兔纷纷走毙 只用一天时间就将野兔给赶个金光 真是不可思议 狼群竟然又回来了 而且一天时间就让那些野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啊 更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还有羊群在那里吃草 可是那些狼却只敢野兔不伤害羊群 真是太奇怪了 可不是吗 狼群赶走野兔后竟然也离开了这里 这种事情真是琢磨不透啊 不管怎么样 没有了野兔和狼群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只要一场雨 嫩草就会长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跑那么远放牧了 小拉 谢谢你 一场大雨过后 没几天 绿油油的青草便布满了草原 没有了野兔 牧民们又开始每天放牧的平静生活 而阿高则经常去寻找小拉 他想当面和小拉道谢 小拉 小拉 阿高 你刚才在喊什么 小拉 小拉不是你前几年抓到的那只小狼仔吗 是的 我就是来找它的 阿高 你疯了吗 要知道那只小狼仔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 长成了一只凶猛的大狼 它要是真的出现了 会吃了你的 不会的 我们是朋友 我见过它好多次了 叔叔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的野兔 就是小拉带着它的同伴给赶走的 哦 阿高 这都是你个人的想象 狼是不可能和人类交朋友的 哎呀 不好 狼来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没事的 一定是小拉来了 是狼群 阿高 你把狼群给招来了 这下可糟了 我们又没带武器 又想从狼群里全身而退 可是非常困难的 啊 怎么回事 小拉不在这里面 没有小拉 要怎么办呢 我们得赶快逃 我们哪里跑得过狼啊 而且如果我们背对着它们的话 那样更容易遭到攻击 那现在 要怎么办啊 第一 我们不能跑 第二 不要露出害怕的样子 我打电话求救 哎呀 我忘记拿手机了 糟糕 怎么会这样呢 那现在该如何呢 我们不会真的会被这些狼吃掉吧 阿高 看着一步步逼近 面露凶色的狼 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那几只狼 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它们加快了脚步 飞快地将它俩围了起来 不好 它们这是要围攻我们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们啊 不要喊了 这里那么偏 平常很少有人来的 就在叔叔和阿高绝望的时候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狼叫 那狼叫声 永远及近 围着他俩的那几只狼 愣了一下 一起朝狼叫声 传来的地方看去 此时 叔叔也是朝狼叫声 传来的地方看去 远远的 一大群狼正跑了过来 它一下子 摊坐在了地上 狼群 真正的狼群来了 完了 我们这次真的死定了 是小拉 小拉来了 我们有救了 阿高 你还真以为 那群狼会帮我们啊 别做梦了 小拉 快来救我们啊 我在这里 小拉带着狼群 狂叫着奔跑过来 围着阿高的那几只狼 见后 显得非常害怕 他们急忙转身 夹着尾巴 飞快地逃走了 叔叔 不瞪口呆地看着 狼群跑到他们面前 停了下来 阿高高兴地 一下子抱住了最前面的那只狼 小拉 谢谢你 小拉 如果没有你 我们今天可就死定了 狼真的可以和人做朋友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了 狼也是有情有义的 小拉 小拉 老师 我 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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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感谢观看